南侨6月份的营收11.8亿元年增22% 展望下半年南侨表示 第三季在冰品热销之下 再加上中秋节渴望推升烘焙用油的销售量 因此预估业绩会呈现的是逐月成长的态势 法人则是预估南侨今年的营收 有机会挑战140亿元EPS上看2块半